尽管高龄98岁 仍然不畏刺骨的寒风 骑着单车环岛送暖 30位不老骑士 平均80岁 14号开始展开 为期12天的环台行程 16号的上午 来到花莲县政府 老大人们打扮成圣诞 老公公 老婆婆 各个精神斗手 县长徐真卫随后 也迎接他们到大礼堂 一起练武功 暖暖身 接着邀请县长和老大人们 前往下一站 期盼透过行动 扭转高龄者是社会负担的标签 让社会感受到 年长者的活力和生命力 一群平均80岁的 不老单车骑士们 在圣诞节前夕 装扮成圣诞老人 骑行1000公里 环台12天 展开寒冬送暖之旅 有年纪近百的 康梦林和陈云两位 率领28位老大人 以一身应景的 红衣红裤现身 博威刺骨的寒风 16日上午 来到华联建府 与县长徐贞伟 一起练武功 做早操 我们请要到20个 我们的机构 然后骑1000公里 送2000个暖暖包 好棒对不对 但是呢 最重要最棒的是 我们这个大暖暖包 要走1000公里 让台湾温暖 让台湾曝光 真的 这位要感到非常非常的敬佩 也非常的赶佩 我们所有的这个宝贝 我们的小贝 把我们的健康老人 活化历史精神 带进校园 活化历史 让我们的小朋友 在明天的老人 我必须说 再过几十年 他们也是老人 在他们的身上 我们的投资是值得的 用我们今天的健康 我们站起来 我们走出来 这样的一个待见教育 透过我们的一个单车行动 并不是要拼速度 而是要证明 我们骑不动 我们就上车 我们能走 我们就走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一支扶持 偶尔的扶持就好 这是圣诞老公公的典范 这是圣诞老公公的典范 我希望我们的县长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马上请县长 给他们一个荣誉市民 但是我希望一个拥抱 成为花莲县老人的一个代表 好不好 台湾传神居家照顾协会圣诞传奇 至今举办第十三年 十四日自台北出发 以顺时针方向环台 在欣赏完不老骑士 历年纪录短片后 徐将为也拥抱两位老大人代表 送上祝福 并赠送用脚飞行的女孩一书 邀请县长与老大人们 前往下一站 传达待见共荣的理念 接着讲方言 华莲师报导